但是呢 他真的不要太小看他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德里亞斯特是 什麼 全國最國際化的城市 我不相信 真的假的 我們沒聽過 我們都不相信了 對啊 讓我們仔細細一下好不好 我們的城市德里亞斯特 很多人會說 它是 因為我們真的 它是在義大利最東北 就是我們東北角 我從那裡 東北角 從我的城市那裡 我就是可以 很快速 我可以到蘇洛威尼亞 我可以到科羅西亞 我也可以到奧地利 其實是非常非常近 離很多國家很近 所以我們 當然我們的文化也是很豐富 我們有一些很讚很讚的景點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有可能全歐洲 好長一條街 沒有 我們有全歐洲最大的海上的館場 海上館長 你看 這很大 旁邊就是海 這好酷喔 很漂亮 好不好 這個是超美的 你可以在這裡 散步 那邊都是咖啡廳 我們的市中心在這裡 這你在笑什麼 就心虛喔 小事 我來各佛羅人士 可以可以比較的嗎 等一下你先讓我講 對 好不屑 我臉找不起他 等一下啊 我臉照片都不用 都不需要給人家看了 大家都已經知道 好 來 真的很酷 再來我們就 再來我們就還有一些 佛羅人士的人 只有在夢裡面會有的東西 我們有超過7公里的 非常漂亮的 可以去使用的海潭 海邊喔 7公里 都不用錢喔 我跟你講去海邊 它會提供那個洗澡 廁所 還有海邊都很多咖啡 聽正常義大利人的價錢 一杯咖啡30塊台幣 看著海 洗澡都不用錢 停車不用錢 連這個都要拿出來講 佛羅人士連開進去都不行 我們那邊停車 你都不用跟你要錢 佛羅人士啪 可是他講起來就是說 譬如說你在台灣 只要停車不用錢的地方 應該也沒什麼人 對 這叫我光聊 停車場一大堆 隨便你停啊 就是想要你趕快來 你想什麼停就可以吧 志龍說他的城市很過激 他我玩車不認同 因為比方說 義大利很多很多觀光客 那如果這些觀光客 很多很多觀光客 要來義大利的話 他們都會去哪裡 維尼斯 羅馬 佛羅人士 這三個城市 沒錯 TES的完全沒有人回去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的家鄉會有 會有很多很多很多 其實首先呢 我的家鄉感覺你在一個 很大的博物館 就是什麼東西 連垃圾桶都是一個 蠻雞 他們的建築超美的 垃圾桶都可以拍照 羅馬時代的垃圾桶 你上廁所你坐的那個馬桶 可能六百七百年 就是什麼都是 有六七百年的馬桶可以坐 什麼都是博物館 那你去TES的話 很麻煩 我上次從佛羅人士去他家鄉 先要坐火車到維尼斯 已經是很久了 我不知道15個小時嗎 15個 15個小時 我真的不知道你坐什麼火車 然後你到維尼斯的時候 你要再到火車 一直坐一直坐 沿著邊邊 真的很麻煩 真的根本不會有外國旅客 會去這裡 如果我是觀光客的話 我第一個想要問的是 兩邊哪個地方治安比較好 因為佛羅人士很多觀光客 常常聽說大家去的時候 都要很小心 很小心 會有爬手什麼的 對 齒龍 其實你家那邊應該是 比較好爬 你不要說爬手 人都要找都找不到 人都會要的 其實真的 怎麼會爬手 我真的要記得一些東西要講的 有一點點扭曲 因為他現在生活的佛羅人士 已經全部都是給觀光客 來生活的 你就是找不到那種義大利的人 的那個熱情跟味道 你去 我那個時候去佛羅人士 走路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我是一個走路的支票 你知道嗎 所有的人 連賣東西的人都是印度人 什麼中國人 其實沒有什麼義大利人在那裡 OK 好 但是在日本來說呢 鄭泰 你要好好來講一講 OK 可以嗎 講一下 大阪我們最厲害的東西就是 環球隱城嘛 你是不是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講 這不是美國的嗎 這美國的啊 還是美國厲害 我以為是指揮中隱城嗎 美國有環球隱城是日本的啦 美國滿厲害的 是對於東京是很有敵意的 很奇怪 都把東京當敵人 炫耀的是美國人在日本開的東西 真的耶 這是什麼 對 沒錯 雖然就學得很好 也是啊 至少剛剛講我是考大廠 一條街是韓國的 你都講美國的什麼意思啊 對 鎮泰加油 鎮泰 你怎麼露出一種 還是要輸掉的神情 我幫你啦 鎮泰 我幫你啦 鎮泰 鎮泰 我幫你啦 幫你啦 因為如果講到吃的話 其實你要吃最道地的那種 日本的料理的話 其實在大阪 可以用CP值很高的價錢 吃到那種 是超級好吃的 而且大阪那邊也有很多的那個 和牛 然後各種米其林的餐廳 對 很多米其林異星的 米其林異星的 我記得那個神代川橫濱的話 好像就是那個 吃的話就是中華一條街 對我們這個觀光客來說的話 要吃中華料理 那都不如在台灣吃就好啦 你們也不會比我們的正統 而且我這輩子吃到最好吃的和牛 就是我跟立東有去大阪一間 那個和牛的那個燒烤店吃 哇 那個真的會升天 而且價格就是比那個一般 像東京或是神代川還比 對吧 大阪就是便宜又好 而且那個海鎮是美酒 對啊 所以你看連台灣 台灣其實對於日本的 各個城市都是很有研究 對不對 宜上 因為我剛從東京回來 然後我最近就發現 你去站在大阪 你就會覺得我很像在西門町一樣 然後呢 就像是明洞一樣 就是這些地方 賣的所有東西都一模一樣 然後站在街上 你會不知道 我這次去我也不知道要買什麼 因為說真的大阪有賣的東西 全部台灣現在都已經有了 這種朋友來神奈川就好 對 去橫濱 真的去橫濱 沒有 我就是去網路上查一下神奈川 他們風景很漂亮 而且他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小吃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 是我在地方 其他地方沒看過很想吃吃看的 而且神奈川 有台灣人最愛的 萬人高手的平... 交流道 不是交流道 交流道 交流道 平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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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奈川人連中文都沒辦法講 不是 中文的問題 中文的問題而已 就他已經攻擊對方到說 神奈川人講 中文講不好 對啊 這個不是前代講的不好的部分 很難以為 好 OK 這個旁邊 你們旁邊都是這 其實都是 就是另外一個城市的本國人嘛 對不對 其實他們當地人 自己又有什麼樣特別的特色 有沒有 來 你們講一下這些人 自以為很有文化 真的 我剛剛大家都不否認 佛羅倫斯的文化OK 可是他們人呢 有沒有這樣的文化呢 不一定 我不認為 我不知道 他手勢還是很假有沒有 對啊 很不義大利 很不義大利 不義大利 我們之前啊 我在為你是念大學的時候啊 有一個佛羅倫斯來的同學 我們在那裡喝那個開胃酒啊 在廣場啊 然後有很多觀光客走來走去嘛 對啊 然後有一個女生特別的漂亮 然後那個佛羅倫斯的人跟我說 哇 你看這隻蠶 很辣 蠶 蠶 哪一個蠶 蠶 就是夏天那個蠶 對 夏天的那個蠶 義大利文叫 就是蠶的義大利文 然後呢 我問他 蛤 你說什麼 他說 對啊 喔 我知道你聽不懂 我跟你講 就是在我們佛羅倫斯 就是女生的下面 或者就是辣妹的意思 蛤 麻煩你解釋一下 不知道耶 我也很驚訝 因為我在佛羅倫斯長大18年 住那邊18年多 都沒有聽過這個說法耶 你直接否認啊 可能是我爸爸的年代的說法吧 可能是比較很多年前的說法 我自己沒聽過 好啊 我跟你講 尷尬囉 我尷尬的 他直接 我本來講說 沒有啊 我從來沒聽過 是誰講的 所以我印出來了 你們的佛羅倫斯的方言詞典 來 這種東西 麻煩你念一下 奇卡拉的意思是什麼 方言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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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卡拉第一個意思 對啊 就你剛說的是 女生的下面 女性器官 女性器官 真的有聽過嗎 羅倫斯的 羅倫斯的方言 我真的沒聽過 所以你要多學你們的方言 謝謝你 多學一下自己的方言 可是這個應該是舊時代 現在都不太用了 對不對 可能我爸爸年輕 跟我同睡的時候吧 可能 可是這個應該是舊時代 現在都不太用了 對不對 可能我爸爸年輕 跟我同睡的時候吧 可能 有必要這樣子嗎 就是為了要贏你就是說 你爸是我朋友 所以你不要聽我的啦 好幼稚 好幼稚 沒關係 就是經過這樣子 大家把話講出來之後 彼此之間就有連結了 搞了半天 原來我朋友是你爸爸 那這樣子大家其實 感情應該更好才對嘛 對啊 大家一家親嘛 接下來大家擁抱一下好不好 來... 跟你自己 國家的同鄉人 當然我們 對啊 同鄉還是要團結一點 好不好 OK 大家都是好朋友 好家人好不好 謝謝你們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然後我們可以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